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牛 今天帶來介紹的是北方聯合的事前情報 相信很多在之前有看過聲放手的應該都知道 這次是北聯的專屬活動 那title是《洞絕的北海》 所以是圍繞著很多新角都是北聯的角色 那這次的活動報仇呢,新增了兩個主要的武器 那未來應該在海域裡面應該也是可以打到的到 那至於性能如何,我們要到遊戲裡面再去做分析了 那一樣會有兌換的金皮 那這次的金皮是這個夏柏羊 還有我們這個後面也可以作為活動兌換的這個甘古特 還有驅逐明斯克 不過你看這個黑絲加上這個胸懷大智的 還有這個神秘的百木達三角洲 我只能說感嘆必然,讚嘆必然 好,那這次限定的介紹呢,一樣 有這個水星紀念 還有一個長得很像是Z46色尾版的威嚴 還有SSR的干死他 接著是這個融合了北宅跟企業形象的超級戰艦 蘇維埃俄羅斯 想必他的性能應該是可以期待的 那這次的限定建造裡面還有一個阿福 因為阿福是以前封測的玩家才拿得到的 所以後面進來的玩家基本上是得不到他的 如果你會有圖鑑卡在99%的遺憾 應該大部分都是缺他 那可以趁這個機會建造到手 那活動結束後也會進入小池常駐啦 不過你應該也知道小池現在非常的毒 真的要見到他也是需要花費很多的資源 好,接下來是這個新的Skin上架 那這次Skin也是必然以往從未嘗試過的風格 就是所謂的監禁風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圖裡面 以前是非常會羨慕這個蠻鳩的情況啦 但是我覺得現在看起來蠻鳩是必須死的 還有之前先前介紹過的阿福也會有一個新的Skin 那如果你放大仔細看的話 你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當然身為監禁風那這次的後宅 也會提供監禁風的一個傢俱 跟玩家去購買 最後是在這個生放鬆最後提到的 未來三月以後會陸續實裝的一些功能 那第一點就是我們的角色故事會先實裝嘛 還有這個所謂的BGM還有主線 終於可以在試上以後就獲得了最佳 那以前曾經出過的韓國紀念版衣服 也會在這個日版上市了 還有美版先行上市的Z23換裝呢 也會在日版登錄了 再來第六點就是角色的ES台詞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在不同的組合裡面 可能會發生特殊的彩蛋台詞 那這個未來也會收錄在這個圖鑑的要素裡面 還有以前在Crosswave裡面 出現的一些表情差分 也會直接收錄在手機裡面 手機的遊戲也會有這些Crosswave的差分 也就表示說啦 曾經登錄過Crosswave的角色 未來在手遊裡面也都會獲得差分 還有幾個skin的事前的試出 包含了BD4這個寧波的skin 還有這個QE漫畫的畫家 他也幫了QE畫了一個新的skin 還有這個線下民視活動呢 也會實裝這個skin 還有一個線下的合作家具 也會登錄到手機裡面 那這次活動的事前準備呢有哪些 首先從這個禮拜開始 也就是20號開始呢 發出了像是我們的菲尼、波特 還有南胖跟我們的企業 這幾台呢會有紀念UP的一個活動 那在活動期間呢也會有 那為什麼呢 因為到時候活動內容 如果你要拿框框的話 以以前的活動為例 基本上都是用他指定的角色去通關 才會獲得所謂的那個點數來拿框框 不然的話你就是要把當下的活動船 都入手之後突破滿 拿到完整的點數 才可以拿到這個框框 這也是所謂的大老框啦 那這一次的難度 事前也有公佈了 在一般海域最高是到60級 那困難海域最高已經到了105級 那SP更是高達了110級 我是覺得如果你要安心推的話 輕鬆推的話 至少都要在他指定的等級 再高個5級 可能會比較輕鬆 也就是最多你要練到115 如果你要打SP的話 那如果資源不多的玩家 你還是可以優先去練 他這些所謂的任務角 那到時候也可以藉由任務去打AB圖 也是可以拿到點數的 好最後總結一下 關於活動報酬的部分 你一定可以拿得到就是 兩指一金 這個是免費無可一定拿得到的 那關於限定建造的部分呢 會有三金兩指 那如果撇除阿福 你可以以後常駐的話 那限定一定要建好的 就是兩金兩指的部分 那角色SKIM 剛剛看下來 七招都有 那就唯獨缺少了一個塔斯桿 那會不會是以後會進入所謂的彩蛋 或是在回修的當天會出現呢 這我們不得知 那剛剛也介紹了未來會實裝的一些劇情啊 故事啊 BGM啊 或是X分SKIM部分 在未來三月以後 你會陸續實裝 好啦 那是這一次是這個 北連活動的一些事前情報 那希望能夠幫助你快速了解一下 這個身放送的一些內容 那至於這個角色的強度啊 技能啊 裝備配置啊 或是說 新的武器 其實它剛剛有兩個主砲嘛 新武器的性能究竟如何 那還是要到實際遊戲實裝之後 我才能夠分析給你聽 那如果有興趣的 不妨留意一下 這個方面的追蹤報導 好啦 那我是草蜜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